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2023年5月24日 黄苏有利可图 周三凌晨 西甲继续有好戏上演 届时黄家苏斯达将坐镇主场 名占爱美利亚 两队联赛 至今表现差距较大 黄家苏斯达目前足足比爱美利亚多击26分 而且前者近况亦更胜后者一筹 加上金战海坐拥主场之力 黄家苏斯达全取三分可期 另外 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黄家苏斯达经济表现相当值得肯定 35轮联赛过后 他们录得19胜8合8负的不俗战绩 现时机65分位居积分榜第四位 由于联赛已所剩无几 只要接下来能保持稳定性 球队取得来际的欧关联资格可谓指日可待 至于近况方面 黄家苏斯达已经连续六轮联赛 保持不败坚且取胜四场 期间多达五场比赛的入球数达到二球 而且还有三场保持球门不失 可见他们近期的攻防演出 颇为值得信赖 另外 阿利山大索洛夫 米吉美联奴以及米吉奥耶萨巴等攻击守在近期的比赛中均有斩获 状态不俗的攻击群金杖显然能给爱美利亚的后防线施加足够压力 更为利好的是 黄家苏斯达近期主场表现堪称强势 他们已经连续七轮联赛主场未尝败季 而且最近五轮联赛主场赢足四场 可见金杖坐镇主场能给黄家苏斯达增添不少争胜本钱 阵容方面 前锋乌马沙迪基和中场阿斯亚伊拿拉文迪等人应各种原因无缘出战 另一边乡 爱美利亚经济表现明显不及金杖对手黄家苏斯达 前者如今仅取得39个积分 只能排在积分榜中下游附近位置 防守表现欠佳 无疑是影响爱美利亚战绩的一大因素 皆因他们联赛至今军场失球数多达1.74个 试问此等防守能力又如何能抵挡黄家苏斯达一众攻击手的冲击呢 爱美利亚一众守卫金杖所面临的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此外 爱美利亚目前并不在最佳状态 胜负以梅花尖竹般呈现 而且期间多场比赛球门失守 还有不少场次的失球数达到二球或以上 球队现实的战斗力的确难以与人足够信心 更为令人担忧的是 在战霸的17轮联赛做客赛事当中 爱美利亚仅取得可怜的一场胜利 而落败场次则多达12场 球队客战能力之差可谓路人皆知 再者 经济联赛首循环面对黄家苏斯达时 爱美利亚在坐镇主场的情况下最终以0比2完败 更何况此番需要做客 爱美利亚此行时在南极厚望 阵容方面 前锋爱比拉托尼和门将迪尔高科利等人 殷商眷情 谢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谢观看